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典的第三天 然后现在是早上 我叫了一个酒店的早餐 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一下它的食物有多丰盛 这个是特价的早餐 我们来看一看都有什么 首先这一栏里面都是面包类的 它有牛角包 然后还有这种 这种欧式的硬硬的 这个应该是全麦的 还有白面包的 这个饼干呢就是很甜的 刚才我有试吃 这个颜色的蛋糕也是很甜的 一小块华夫饼吧 真的好小啊 另外一栏呢就是水果 有香酱 这个是油桃吧 油桃好久没吃油桃了 然后这个是李子 苹果 下面两粒是什么啊 很少见到这么大粒的 这个是葡萄吗 这一盘呢就是Big Breakfast 然后它的鸡蛋是可以选 Omelet或者是Scrimble 另外就有培根 有肉 有三片cheese 黄瓜和西红柿 两杯水是橙汁 凉的是橙汁 然后热的是黑咖啡 当然你可以选择黑咖啡或者是茶 这个小东西我一定要大力推荐一下 这个是酒店提供的一盒小牛奶 这个牛奶跟我在新加坡喝过的和在中国的都不一样 这个牛奶很香 很纯 我的黑咖啡已经喝了一半 我现在要加牛奶下去 如果你喜欢喝牛奶 你可以再加一盒 这两罐呢 看颜色应该是橘子酱和蓝莓酱吧 这两罐是果酱 然后这四盒小东西 是蜂蜜和黄油 那我现在就开吃咯 你有注意到今天 Sophia把这个镜头换到后面蓝天白云 不想再让你们看白墙了 只是说会有一点反光 我的脸是黑黑的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看Sophia的视频 怎样都可以咯 我们先尝一下它的这个鸡蛋 这鸡蛋还蛮厚的 我讲话这么长时间 这鸡蛋都凉了 这个面包里面 我咬到了它一粒一粒的糖 太甜了 我试吃一个牛角包吧 对这个牛角包很有期待 这应该是巧克力酱 这个太甜了 我不想让这个 这个牌子很有名 在新加坡也有卖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甜的一个 好啦 我已经享用完了我的早餐 这边的面包吃不完 我全部都放在我的两层饭盒里面 我觉得这些早餐可以够我吃一整天 这9欧真的太划算了 我现在要把这一盘东西拿回去 送到外面 这一栏水果呢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我现在感觉 frequently得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 先如果你还能够在冰箱里面 kte着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那边就会很细心 我得过拖冰箱里面 我说要保存放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